我們直接來講一下WordPress有兩種 那我們來講一下WordPress的兩種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看到這個網站是WordPress.com 那WordPress.com這邊是直接上這個WordPress.com這個官方網站 然後右上角這邊GetStart 就是直接去註冊一個帳號 那你把它拉下來 左下角這邊有語系的編更 所以你可以把它切換成你習慣的語系 譬如說我們現在台灣繁體中文 那它就有繁體中文的這個頁面 那按這個開始就是開始去註冊一個帳號密碼 註冊完帳號密碼之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部落格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的部落格 這邊有一個LiUFUMYU.WordPress.com 那這個WordPress.com是它本來的域名 那前面加一個我自己的名字 這個叫做直網域名稱 直網域名稱 所以我用的是它的域名 並不是我自己的域名 如果我自己要用域名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要付費 那這種部落格就比較類似皮克幫 你只要注射一個帳號密碼 你就可以擁有一個部落格了 那另外一種呢 另外一種WordPress.org 那這邊有個Download WordPress 那如果你覺得說這個英文版你不喜歡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網站 叫做TW.WordPress.org 前面加個TW 就是台灣的正體中文版的網站 那這邊有個下載 這邊有個下載 你可以去下載安裝 那這個部落格呢 跟WordPress.com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部落格就是你可以在這邊 按取的WordPress 然後它會將你下載一個zip檔 或者是一個tar.gz 一樣就是一個壓縮檔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你要做什麼 你要去購買一個虛擬主機 不管我這邊是舉例糖果主機 有很多家虛擬主機都一樣 你可以去購買虛擬主機 然後把剛剛下載的這個檔案 上傳到這個虛擬主機去install 去安裝 安裝完之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WordPress的網站了 所以這種方式呢 跟剛剛講的這個WordPress.com 直接註冊一個帳號密碼 就可以使用的 部落格是不一樣的 最大不同是什麼 最大不同就是 這種WordPress.com 你只要去註冊帳號密碼 就可以使用 所以你不需要去管 之後的更新的問題 駭客入境的問題 這個都不是你自己可以去掌控的 你也不用去管它 因為他們的官方本身就會去維護它 自己會去升級它 有駭客入境 他們會去解決 你不用去管 那另外這種呢 需要你自己下載 然後到虛擬主機空間去安裝的呢 這種虛擬主機商 它不會管你 怎麼去升級你的WordPress 怎麼去避免你的WordPress被駭客入侵 怎麼去防止你的資料庫被盜取 或是被駭客毀壞 這個虛擬主機廠商它不會管你 是你自己必須去管理的 所以這兩種架設模式是這麼大的不同 那好處什麼呢 好處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在WordPress.com這邊 直接申請一個帳號密碼就可以使用 它表示它很方便 表示它不需要自己安裝 很方便 不需要自己升級 那壞處是什麼呢 壞處就是它沒有那麼大的自由度 沒有太大自由度 什麼叫自由度 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在虛擬主機安裝的 這種WordPress網站 類似像重換狂人 你可以自己做很多外掛的安裝 因為WordPress它有數萬種外掛軟體 Plugin 可以去安裝很多外掛 所以呢 你可以去找到你喜歡的外掛 然後去把安裝上去 那你看為什麼像這種重量級的部落客 他們都喜歡用這種自己安裝的 自己安裝的WordPress 你看他這邊 插入 插入Google的廣告 AdSense賺這個Google AdSense的廣告費啊 或者是他去簽入一些 你看這邊有Google的廣告 然後這邊又有他們幫人家打這個這個 時尚診所的廣告有沒有 像這種圖片式的廣告 你在這個WordPress.com也可以啦 很簡單啦 像我自己的這個 我右邊就放我自己的廣告 我沒有放別人的廣告 只是放一張圖片然後做圖片草連結而已 這個是 免費或付費的網站WordPress都可以啦 OK 這個就是 他的自己安裝的話 他的好處就是彈性很大 當然缺點就是 你自己要去更新啊 自己去升級啊 自己被駭客入侵 你要自己防範啊 所以這個他們優缺點 那費用呢 好 這個WordPress.com這個免費 完全免費 但是呢 為什麼他這邊還有一個價格 因為他有免費版 完全免費 也有個人版 也有進階版 也有商務版 那他這邊有告訴你說我免費使用的話呢 你只能使用WordPress.com這個職網域 也就是說像我剛剛講的我自己的有沒有 WordPress.com是他的不是我的 我只有前面這個LiuFumYu這個流方域 這個是我自己可以掌控我可以換的 所以這個叫職網域 你只能用職網域 那如果是個人版付費的呢 你就可以自訂網域名稱啊 就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網址了 那這個免費版的呢 還有一些基本功能 我這邊有寫 我自己看一下 有數十個免費布景主題 然後呢 他只有3G的儲存空間 其實3G已經很大了 我已經用了從2010年到現在已經用了7年多了 我到現在才用了5% 用不到5%的空間 所以3G其實蠻大的 因為他不能讓你上傳影片 他只能讓你上傳 頂多是圖片跟那個PDF檔 或是PPT啊或Word啊等等 或是ZIP檔那種 那種那個壓縮檔 或者是MP3 他不能讓你上傳這個影片 MP4是不行的 那因為台灣目前比較大的 部落格剩下皮克幫比較大 那但是呢 我當初2010年就選擇用 opress.com的最主要原因 為什麼不用台灣的皮克幫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當初有考量到就是這個 網站存在時間長度的問題 還好我當初不是選擇Yahoo 或者是無名小站部落格 皮克幫當初我也有申請一個blog 現在還存在沒有錯 那但是我後來的主力發展 為什麼會是在wordpress.com 最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廣告比較少 一個是皮克幫廣告太多了嘛 然後尤其是現在比以前更多 那那個時候其實皮克幫就已經存在了 只是那時候這個wordpress.com的廣告真的少很多 這很少第二個原因是在這邊的經濟規模比較大 因為wordpress.com它是算美國的 美國廠商在經營的 然後他也有這個付費機制 雖然他提供免費 但是他也有付費機制 那這樣就會比較安全 因為如果像Yahoo部落格或無名小站部落格 這種完全不收費的 他就很容易收掉很容易倒掉 尤其是台灣在經營的 因為經濟規模太小了 客戶量太小了 那這個wordpress.com 我當初就是看在他有這個付費版的機制 有免費跟付費版的機制 所以這種公司不容易倒 就算他倒了也比較有人會去接收 因為他有一些會員是付費的 所以他們會有income會有收入 而且比較會有社會責任 因為你有收入人家錢嘛對不對 那像那個Yahoo奇摩的部落格 無名小站的部落格 他們當初就是完全免費 完全都不收人家錢 而且他又是在台灣而已 經濟規模比較小 客戶數比較小 所以他要觀戰就觀戰 那當初我就是因為這個考量 也證實我當初眼光是對的啦 所以我就一直從那個2010年的時候 到現在用了78年了 wordpress.com一直用到現在 還有一個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wordpress.com的這個網站 他雖然是部落格 可是他跟皮克幫不一樣 像皮克幫他上面沒有辦法做這些選單 沒有辦法做這樣一頁一頁的選單 但是這個wordpress.com 他雖然是完全免費的 但是他可以做像這樣子的選單 所以像我這邊的電台受訪或是客戶見證 這個單獨的頁面 把這個選單放在上面 這個在wordpress.com這種完全免費的網站也是可以做到的 這樣一頁一頁的上面會有這個選單 而且他這個選單還不只是一層 他也可以往下拉 還可以往下拉的那個多層次的選單 然後他的首頁你可以把它定義為像這樣子的 blog文章當成他的首頁 或者是把某一個你新增的單獨頁面 當成網站的首頁 這是可以的 在後台是可以做選擇的 可是在皮克幫不行 皮克幫就只有一個首頁 然後每一篇文章就在首頁呈現 那上面是沒有選單的 皮克幫是做不到的 所以基於這幾個原因 我那時候就選擇 我還是把wordpress.com好了 那還有同學問我說 那為什麼我不用剛剛講的這種 wordpress.org這種下載自行安裝的虛擬主機的 其實有 像我現在我架設這一個 wordpress.org下載的這個 wordpress 那這網站是我的測試網站 那其實我當初有架設過三年的時間 都是用這類的方式去架設的 那後來是因為 坦白講因為自己懶了 就是懶了去維護 因為後來被駭客入侵了三次還是四次 所以好討厭 因為他每入侵一次我就要去 還原一次我的資料庫 因為他是可以自動備份沒有錯 但是我就是 早期還沒有現在這麼方便 按一個鈕就還原 早期是我要自己把資料庫倒回去 結果倒了三四次我覺得好煩 因為廠商被駭客攻擊 雖然說他有一些優點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可以安裝無限多的外掛可以自己去安裝 但是呢 安裝外掛其實也不代表不會完全出錯 就好像你現在Windows的電腦 你安裝越多軟體會怎樣 你相對會越不穩定嘛 因為軟體跟軟體之間都是有不同的開發廠商 或者是開發 開發一個人開發商自己做的 所以安裝外掛越多他彼此之間就可能會產生衝突 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在更新的時候 並不是 譬如說主程式更新的 可是外掛程式沒有跟著更新 那有可能也會造成這個 這個關係所以就出錯 導致網站當掉等等 所以你外掛裝越多其實困擾也就越多 那我後來就是想說我希望越簡單越好 因為懶嘛 就是希望越簡單越好 所以我後來才選擇說 我還是去用Wordpress.com就好了 能夠滿足我的需求就好了 我的需求很簡單 就是可以看到我的每篇文章 可以常常去更新我的文章 然後呢可以找上面這些選單 然後呢 我也可以針對某些文章去做 像這個私密就是我一定要login 我的帳號命我才能夠看到這個文章 或者是呢 我必須要去輸入密碼 才能夠看到某一篇文章 這個是 這個是在Wordpress.com可以做到的 像這個 我寫給看雜誌的這個專欄就是 我都直接寫在這邊 然後你要知道密碼 輸入密碼之後才能夠看到內容 這個是免費版的Wordpress就可以做到 這個都是皮克幫他做不到的啦 所以 我為什麼會選擇這個 而且完全免費嘛 而且又穩定 不會不容易倒嘛 所以這個也是我用Wordpress.com去申請 部落格做網站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那我們交的不是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Wordpress.org 不是哦 我們交的並不是 成冠狂人這種完全自行安裝的 不是哦 不是哦 要搞清楚 我們交的是完全免費的 完全免費的 那它完全免費呢 它只有一個缺點 應該說除了剛才講的缺點之外 它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免費的話它會有廣告 會有你不能夠移除的廣告 OK 但是呢那個廣告並不會太明顯 不會太明顯 不會像皮克幫那麼誇張 到處到處蓋版廣告 手機也幫你蓋版啊 讓你的那個網站都被蓋住 不會 OK 所以我目前是 會如果你要放皮克幫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放這邊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皮克幫的廣告真是太誇張了 而且你付費 如果皮克幫你付費的 付了一個移除廣告的費用的話呢 它只有電腦版可以把你移除廣告 但是手機版的廣告還是沒辦法移除 這個真的有點誇張 這個之前我去有問過他們 確認過了 而且我的學員也確實有花錢 一年好像花了900塊吧 移除了廣告 但是他說只有電腦版 就是這個網站廣告是看不到 但是手機版的一樣有廣告 這個真的有點誇張 好啦那下一節開始呢 我們就要講 如果去註冊 這邊如果去註冊 然後開始建立一個像 像我這樣子的一個部落格網站 部落格網站